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行调解了 告辞 思虑过重 姚族 你妹妹怎么会思虑过重呢 儿也不知 难道是我太太还不够好 伯父 小王爷来了 伯父 听说宋儿病了 我赶紧过来看看她 妹妹正在休养 为了她的十分幸福 你最好还是别去打扰她 耀祖 我是她未婚夫 你别拦着我 未婚夫 也就是还未成亲 我与妹妹乃是稚气 自然比你亲近 我 耀祖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 让她进来吧 什么呀 爹 先走吧 为父还是守在这里吧 爹 走吧 妹妹自有分寸的 真没事啊 应该没事吧 真没事吗 昨晚你看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小礼物 你想看什么时间啊 就把它从怀里拿出来瞧一瞧 想我的时候啊 也能看一看 我帮你戴上吧 谢谢小王爷 是不是廷陵法王事情太多 最近累着了 不是 我只是自己不小心着凉了 过几日就好了 最近憔悴了 宗儿 你放心 等你嫁入王府 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受累的 谢谢小王爷关心 你为何总案和我保持距离呢 为何不能接受我呢 小王爷我早就接受你了呀 你是我在上京最好的朋友了 我不想做朋友 我想做恋人 你是不是碍于名分 我马上回家让我爹提亲 小王爷 你为什么总是想要跟我在一起呢 你我自小就有婚约啊 那除了婚约之外呢 你 我 耀祖 我们三个人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帮扶 那做朋友在事业上也可以相互帮助的 小王爷 你对我的好 我都知道 我也会记在心里 你看这个怀表 它多漂亮啊 这也是皇亲国戚才能得到的珍贵之物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想必小王爷 你不会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 那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 我尽尽全力都会 你和什么东西 就知道我 这也能让我犯判 这也能不能够 你她还记得 你也可以认识 我一定要 你 我 好 邓真不准备提琴了 你全听到了 我又不聋 这是他拒绝我的第二次 像我这么品行兼优的人 他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看难过的是他才对 行了 本王还有事 第二次 那十分信 原来上次他也是拒绝了 刚刚我跟小王爷 好好吃药 不要说话 想吃什么 没胃口 我听一难说荷花酥 我去买 荷花酥是我家乡的特产 圣经是买不到的呀 今天回来 今天不回来 哥哥今天回来 今天不回来 今天不回来 小姐 少爷 别打扰我 马上到关键时候 今天回来 今天不回来 今天不回来 小姐 少爷已经进城了 不孝半日就能回府 真的吗 那 快带我去收拾一下 不如让哥哥看到我这个样子 不如让哥哥看到我这个样子 不对啊 黄自萱 做女孩子要矜持 这火急火燎的像什么样子 这话怎么这么像药祖哥哥说的呢 小姐 少爷肯定也想见到您 有精神的样子 咱们去补割粉吧 既然你也这么觉得 那走吧 走 走 黄自萱 稳住一点 不要太激动 勾引少爷回府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妹妹的病可好了 见到哥哥就抢好了 我今天是准备去亭林房看生意 顺道刚好撞见你过来 小姐 你刚不还在鼠花瓣盼着少爷回来吗 原来妹妹如此思念啊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在外边游玩两天再回商店 少爷 咱为了赶回来都换了三匹马了 咱哪有时间玩啊 我 少爷 你给小姐买的荷花酥 嗯 你真给我买荷花酥了 顺手买的 你要是喜欢的话 就拿去吃吧 谢谢 怎么就跑了 难道我还是不喜欢 这可是我专门去浴水买的 少爷 您终于承认您特意去买的荷花酥啊 顺便谈了个生意 你呢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有吗 好 黄子轩啊黄子轩 冷家上上下下都对你这么好 你到现在居然满脑子只想着怎么偷冷家的秘方 我这打开 不吃 应该没有负罪感吧 可是家乡的味道真的好诱人 要做大笨蛋 要做大笨蛋 不知道 您不吃 您能够升聂了吗 您亚幻 您编写 您不至少 您呗 您的富裕 您负责 我们的富裕 您的富裕 我们的富裕 买 很难 两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糟了 姚祖哥哥怎么在这儿 你弄疼我了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王姑娘 冷母觉得你有话讲 这儿没人 你大可放心数 我还是直接坦白自己的身份比较好 今日飞哥传书 万一被他误会就不好了 姚祖哥哥 我确实有话要对你说 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 不管我等一下说什么 你先不要激动 你先听我解释清楚 你说吧 对不起 我爹欠了很多钱 我实在没有办法还清 我是卑鄙无奈才答应郑银子的要求 所以你就做了郑银子的卧底 我一开始是这样计划的 但是 但是你除了偷秘方 还要打探我们的银叶额和精英状况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不够早 不然你也不会在这儿 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压缩哥哥 对不起 我知道你很鄙视我 你和冷老爷都对我那么好 但是我还是在骗你们 但是他们拿我爹的心里威胁我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求你原谅我 但是 我只想告诉你 我早就决定好了 我再也不要和郑银子有任何瓜葛 你今天看到的飞鸽传书 其实是我和郑银子的解约书 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还得好好感谢你 我 不是这个意思 药祖哥哥 我早就想跟你坦白了 但是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解释 黄姑娘 药祖哥哥这四个字 我冷某担不起 上次竹颜阁抄袭我们作品 是你写的密码 看着我 你是不是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骗我 你在冷府的日日夜夜 都在欺骗我 我喜欢你 是真的 黄姑娘 你的目的已经完成了 你想要的不想要的 我都给你 这是解约协议 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用假扮棱家大小姐了 你走吧 你走吧 我们之间 一定要如此吗 走 这次去玉水给我挨家挨护掌 掘地三尺 要把黄子轩的背景给我找出来 是 是 少爷 少爷 是 是 人 他在这一天 我家在这一天 音乐 不是 我家人 你 我家人 是 三小姐 让一让啊 让一让 好 华容萱的老板来朱岩阁做什么 您平时不出门的 寒香铺的老板娘也来了 郑银子在搞什么 看来 我还不能与郑银子结约 得帮了姚总一把再走 也算不枉冷家父子 先带我一场了 小王爷 宋儿 小王爷 拜托你办一件事 你怎么在这儿 走 咱们进去说 小王爷 帮我把这个交给 交给哥哥 让他逐一去拜访这些商铺的老板 这不都是上都的美妆店吗 庭林房 要有大危机了 什么 大危机 时间来不及了 你赶紧去吧 千万不要告诉哥哥 是我给你的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告诉他 我一两句跟你说不清楚 总之你一定要答应我 把这个字条交给他 好不好 小王爷 你放心 要做哥哥 小王爷 一定要成功啊 灯笼 万万没想到 这林子竟然想用联合各家降价的下作手段 打垮咱们 还好咱们得到消息其实 对啊 不知 不然我们大量未上师的新品 全砸手里了 不知小王爷 我们去约瑟房吧 师傅 动作快点 我们赶时间 打架格战 实属伤人伤己 我这几日也发愁如何应对呢 棱掌柜 小王爷 我同意 看一下灯笼 这银子啊就等着肉疼吧 北方 那你是如何及时得到消息的 危机已过 我应该能说的吧 那 你一看便知 速速回府 坐会儿 少爷 小姐呢 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人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老爷命人把留给您的信 送到您房间去了 留给我的信 果然是你 冷掌棺 我知道你会生气 但没想到 你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 Tig 知道自己罪有应得 但也还是很难过 我走了 就一切如常了 你也不用在庭陵房做秋千了 也不会有我扰乱你的生活了 我在庭陵房给你做一个 不用了 我一度希望我是真的冷光总 可以日日享受爹爹的宠爱 后来又庆幸自己不是真的冷光总 这样可以与你共度余生 成为你的妻子 希望我错 爹 讨厌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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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解释和宝箱 底下又一张 大人几月交换心洋洋 讨价还价才更淡风黄 把面玲珑惹来伤一场 成真日上好景象 去莫把我轻看才知鹿鱼旁 千金收买闪亮都不埋怅 谁说我的非要对两人暗算 争执如我不准许捣乱 去你命我放心 或许来试探 扶你同身在一起笑两反反 初恋并和等兵 拂不死邦弹 喜事强上成长